房车的拓展机构到底是不是智商税 会不会漏风尽雨尽蚊子 今天详细的聊一下拓展房车的优缺点和我使用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优点们只有一个那就是空间大 这是没有拓展的房车内的空间 这是拓展后的效果 是不是差很多 因为蓝牌saber可以驾驶的车最大的尺寸长不能超过6米宽不能超过2米5 所以局限了无论你买多贵的房车 即使是几百万的乌尼莫克或者德国曼 只要没有拓展 空间上都是一样的 都很挤 所以想要拓展蓝牌房车生活空间的使用面积就要选择拓展机构 一般的拓展机构上都会有一个防雨防衣物掉落的小浴棚 而且内外三层的密封条 所以一个质量合格使用方式得当的拓展机构不会透光漏雨 更不可能近闻子 我玩房车这么多年 发现很多车友使用拓展机构都是错误的 拓展机构一定要完全的开启或者完全关闭 千万不要只打开一部分 这样就很有可能密封闭合不好 留有缝隙 导致会透风 漏水进闻子 另外如果停在路面不平整 车身倾斜角度大的地方 非必要尽量不要使用拓展 会对拓展机构的电机造成负荷 很容易烧毁电机 还有不要在负重的情况下打开或者关闭拓展机构 比如人坐在拓展区域时 桶里也会增大负荷 而且密封条和轮胎一样是有寿命的 过了个三五年 密封条老化了就要更换 接下来咱们说说拓展机构的缺点 第一个就是麻烦 机动性差 每次住车时要打开 出发前还要收回 而且需要占用的空间比不带拓展的方车要大一些 一个车位停不下 这样在选择住车地时也会比普通的房车麻烦一些 第二拓展区域的保温 隔热 隔音相对比普通的房车也要差一些 毕竟两个部分的连接和一个整体效果还是不一样的 第三拓展机构本身会占用房车的整体空间 所以拓展房车的收纳空间会比无拓展的小一些 第四功能越复杂就越容易出问题 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真例 最后是一个很多朋友都最关心的问题 拓展的房车会不会特别贵 像我这个车多一个拓展要多一万五左右 相当于一平米一万多 你们觉得划算吗